好 我們繼續 所以呢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部分呢 剛剛高速定律 高速定律 高速定律 它有一定的相似性 但是它還是有點差異 那我們在講高速定律的時候 我們講的是我們電廠通過去的電機 對不對 可是呢 這個磁場的時候呢 看起來是個圓周廠 但圓周廠其實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對不對 圓周廠這個好像很奇怪 那它其實代表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範定 你看喔 假設今天這個場子在導線 它射出紙面 那它在電腦時拍 不過我們說今天我們有一個 這個距離它R處的這個圓 把它包起來 那我這樣把它包起來 我去計算它的這個 距離R處的這個磁場 可以用B等於2R沒有0I 來把它怎麼樣計算 那所以連周廠其實它的意義是什麼 是一個封閉的路徑 這種封閉的路徑 是有包圍住的一個電流的來源 注意它是個封閉路徑 如果這個路徑沒有封閉的話 就不能這樣算喔 它有封閉的路徑 好所以呢 如果要證實這句話是對的 就是封閉路徑包住了 圍住了一個電流圓 圍牆就是領的這樣子 那我們就要去考慮 那萬一不是圍起來的路徑 不是圓形呢 比如說像這樣子一個奇怪的形狀 那這樣一個奇怪的形狀 它是不是也會得到相同的結果呢 來看一下 好 所以呢 假設我們說 我們要算這個磁場對不對 要算某一點的這個磁場 當然它是沿著這個路徑去走 所以呢 今天我的路徑是長的這樣子 那我往前走的時候 接著一小段的這個路徑叫做DL 那磁場呢 跟它的這個夾角呢 叫θ 因為磁場在這個位置處 它的方向是朝上的對不對 不是朝的路徑有方向 它夾了一個θ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下呢 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要去計算的呢 這個地方所感受到的磁場 應該是多少 是不是DL乘上Bcosθ 因為Bcosθ 就是投影在這個上面 就這麼長 對不對 我真正感受到磁場 只有Bcosθ這麼多 那DL跟Bcosθ 其實你看看起來像什麼 是不是就是你的磁場 去跟你的路徑做內積 對不對 Bcosθ就是磁場的路徑做內積 好 那今天呢 我們這樣的一個 我這樣去繞了一整圈 這樣從頭走到尾 繞了一圈 所以圍積在掛上面加一個圈圈 這個長周肌的掛 你們有沒有看過 應該有開始學到的 對不對 這個 圍積很困難 所以要上吊 所以就加了一個圈圈 對不對 Posθ套一個圈圈 就叫長周肌 我這樣走一圈 走一圈 那這樣子走一圈呢 他所得到的磁場這個值呢 應該要跟這邊圍起來的這個值呢 應該是怎樣 應該要一樣 他圍起來的電流就是一個muli 跟這邊圍起來的電流就是一個muli 應該要一樣意思啊 那你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這個公式 他一定要走這圈圈的時候 一定要怎麼這樣子嘛 對不對 所以跌樓呢 記憶圈 這個路徑把它記憶圈有多長 剛好二拍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現在這樣走 這樣走 那我這樣走 會不會也一樣 比到muli呢 你可以想像到 那如果走遠一點 然後你跟他腳腳不一樣的時候 對不對 我的值 我的 DLB cosθ 當然比較小啊 對不對 可是我走到這裡 我看他比較近 對不對 我的DLB cosθ 就會比較大啊 所以有大有小 最後呢 你加起來 只能還是要muli 對不對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 也是一個守恆定律 怎樣守恆定律呢 就是任意包圍住 一個電流圓的封閉路徑 他必須符合安培定律的公司 就是去GDL 在封閉路徑去GDL 要不muli 那這個呢 就是什麼 跟高斯定律同樣的一個形式 反正你看這個電流圓 你就把它畫一圈 把它圍起來 那當然 不是每個人都圍積跟磨的 對不對 你當畫牆的意思是畫圈圈嘛 沒有人真的會畫一個這種形狀 除非你有自虐狂 對不對 所以他的概念是 有一個圈圈 把一條電流圈圈起來 那他的值就一定要是W09 這樣他的意義就是這樣子 OK 好 所以呢 這是安培定律的這個概念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是說 假設今天我有一條 這個無線長的這個 載流導線 他的半徑呢 是大 大 他帶有的電流 總電流是I 他要去找什麼呢 從中 從中間往外算 距離R處呢 他感受到的 市場大廂 那這裡有大家想像那個電流 是怎麼固滿這個面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他不會這樣做 對不對 你先不管他 假設真的是 整個固滿這個整個面 不過不管這個整個面的原因 是如果是導體的話 應該只會在表面嘛 對不對 好 先不管他 假設他鋪滿的是整個面 好 那 他要理應算他 磁場的大小 那在兩種情況下 英雄是你的R 大於你的真實半徑 另外一個是R小於你的真實半徑 好啦 這次題目怎麼算呢 畫圈圈嘛 對不對 就畫圈圈 所以第一個 我們的GG這個B比L 要等於U0I 那我現在畫圈圈 今天我的R小R在這邊 第一題我們是先畫一個大R 大R就是什麼 就是外面的圈圈 外面的圈圈 所以B乘上二拍大R 就是外面這個大圈圈 要等於U0I 所以我知道磁場一定等於U0I 就是二拍R 那這個是小R 就是你的小R大於你的一條線 好 第二題你當年R呢 小R呢 小於你的大R 也就是說 今天要想要知道導線內部的某處 它的市場有多大的話 一樣B乘上二拍R 要等於U0I 可是這時候問題就來囉 總電流是I 可是你圍住的電流有多少 你不是把所有電流都圍住對不對 你只圍住了多少的電流 全部的面積面積是拍R平方嘛對不對 你圍住的面積只有拍小R平方嘛對不對 所以你佔有的電流頻率是多少 是不是拍大R平方跟拍小R平方I 這是你真實有的電流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 這個是你真實有的電流,對不對 這個 所以這個 這是 你真實有的電流嗎對不對 所以這是你真實所謂I- sola 這是你圍住的面積 上面是圍住的面積 下面是整個整個導線的面積 好 所以呢 這整個公司呢 拍一拍就消掉了 就知道 我這個二拍R都一過來 就讓我們在內部的市場可以寫成muling i 2pi 大無方分之小行 那這就是我們安可定義的一個應用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你只能圈到 圈到裡面都是你的圈圈之外的都不算 所以你的路徑一樣圈住才有 好 OK 那我們可以用安排定義來算螺線管 我們這邊螺線管算了老半天很難算對不對 剛剛不是在積分這個課門 他把它轉90度就以為你們不是很吃了他對不對 我們剛剛在上一節課算的題目是轉90度然後距離R出有沒有 然後我們算那個電流源在這邊對不對 那現在把它轉90度了 我們怎麼算呢 要不要沒定義 秒算秒答對不對 怎麼秒算秒答呢 跟高視頻率一樣 選路徑怎麼選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有沒有要算螺線 他這裡說 假設有影響的這個無線長的螺線管 他的密度伸張 當然常說密度伸張 那他帶有的Bandiusi 要你去求內部的市場是多少 那怎麼算呢 找封閉路徑嘛對不對 封閉路徑我們就這樣圈 螺線管就把它這樣圈起來 這樣圈ABCD 好 那這樣圈圈的空閉路徑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來 第一個 我們的BDL有A到B段 B到C段 C到D段 B到A段 好 B動的DL 我不要忘記B動的DL是什麼 BL不賽斯塔 對不對 BL不賽斯塔 所以 來 我們來看了 這裡頭 螺線管內部BDL 這裡A到B的這個長度 跟我磁場的方向 完全一模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一段的BDL有值 再來呢 B到C 我的路徑方向是想要完全垂直 對不對 所以B到DL不賽斯塔 是等於什麼 平嘛對不對 那外面這一段呢 根本沒有磁場 所以沒有磁 這一段呢 路徑跟磁場又垂直了 也沒有磁 所以裡頭 整個裡頭 有值的地方是哪裡 就是內部了 對不對 所以我這四條線段 我也有值的地方是 A到B的BDL 好 那 這個BDL呢 我們就 這個積分值 其實是B乘上 因為它已經是90度了嘛 所以 就等於B乘上 這個長度 叫LAB 好 這段長度叫LAB 這一段的長度喔 叫LAB OK 好這是左四 那右四呢 右四不是要選Mu0i嗎 對不對 好 前面是Mu0 Mu0沒有問題 i呢 這邊 i是多少 這是i9 就是我們BDL給Mu0i 好 那這個i是多少 來 這邊 我如果這樣框的話 我先問它的長度 以前有AB嘛 對不對 這樣的長度 乘上它的N N是什麼密度嗎 單位長度有多少渣嗎 對不對 N 單位長度多少 多少 N的計算 這個N 是單位長度內有多少渣嗎 N 每一渣都帶有i的電流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消掉 Ni 就在一起 好啦 所以呢 這整個 我圈起來 就是 這一個線段內有多少電流 被它這個入力包起來 所以最後得到什麼 這兩邊把LAB消掉 是不是就告訴你說 我的次長就是 Mu0跟I 所以我們就 微積分最多沒有在做啊 就必須要做剛剛今天的積分啊 如果你往前翻兩頁 看看我們前面怎麼去算樓線管的 是不是很難算 那個積分啊 你要想要從哪裡計到哪裡 對不對 現在也這樣子解決問題了 所以最重要的是 怎麼去選舉入境 讓你的計算變得很好算 那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齁 欸 請說 請說為什麼要有長方形去包他 是不是 你也可以不用長方形去包他 你想要什麼形狀包他 來試試看 蛤 三角形 可以 可以我們來三角形來試試看 好不好 好 那你三角形的高跟他要距離多遠 你要跟他距離多遠 可以算啊 真的可以算啊 好 假設上下跟一半一半嘛對不對 那這一段的電流源有多少 這一段的電流源啊 這個長 這個長度 比上這個長度 等於 這個長度比上這個長度 等於 這個長度比上這個長度 對不對 所以這樣應該是一半嘛 對不對 所以這長度是一半嘛 對不對 那這一段呢 第一次照算對不對 沒有錯吧 VL是一樣啊 這一段 這要選擇照算 對不對 那這一段呢 假設這是六十度好了 對不對 我們要用正三角形嘛 對不對 我的這一段 就假設沒有這個啦 那這一段 由 V到 假設到C好了 這一段 我的L方向 跟我的 V方向 夾多少度 120度嘛 對不對 所以我問他怎麼寫 我是不是寫成 VLcos120度 這樣就算了 然後這邊呢 這一段呢 他跟他夾多少度 六十度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不是 你算的時候 這個是要計分的喔 而且呢 你應該要分成兩段 這一段 你可能是時長 對不對 算了這段 不能算嘛 沒有時長 沒有時長 所以我只能算這一段 跟這一段 一樣可以算 沒有錯不能算 其實 如果你要這麼算也可以 OK 沒有問題的 也可以的 好 還有其他問題嗎 就要算完的時候 不要忘記喔 這邊的長度 這只有一半喔 這個下面是去長喔 對不對 除完之後還差一半喔 還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一題 那這一題也有趣啦 這一題要你算什麼呢 這個 這個Toroid Coin 這個Toroid是這種 這種螺旋管 螺旋的這種線圈 也就是說 這個想Toro呢 Toro知道什麼Toro呢 吃過吧 Toro知道什麼Toro呢 Toro知道什麼東西 Toro就是Toro圈 Toro就是Toro圈 Toro圈 有點像Toro圈 只是前圈做成這個 結面結束方形的而已啦 他緊緊的纏繞著 恩渣的這個線圈 他上面帶的點就是I 那他現在就假設 這個地方是正方形的 那他要去算在這個線圈裡頭 他的磁場的強度是多少 那假設我們今天要看的這個 假設這是一個圓形的話 那我從這裡組搭到這邊的半徑叫做R的話 那我們算這個問題 那當然如果是這樣子的一個線圈 我們要算他的這個中心點 這邊的這個磁場 因為他這是畫一個接片機的 給你看 他其實是一個完整的怎麼樣 包起來的 完整包起來的 好吧 那我們怎麼去算這一題呢 第一個我們知道 這個圓圈 這個圓圈 從裡頭包到外面這個圓圈 他感受到了磁場 可以選B 所以B-L就是什麼 這個整個L的中長 一樣是2πr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條2πr的路徑 他包住了多少遍流啊 μ0乘上 這個Ni是什麼 因為這裡你看喔 跟這個路徑包住了這個面 這個路徑包的面只有這個點嘛 對不對 這個路徑包住的面只有這個點嘛 對不對 他有幾個這個點 是不是N的點 因為我照我的圈嘛 了解意思嗎 我們算這一題的時候 你看喔 你的包覆面是在哪裡 你可以想像這裡齁 我這樣切或許有平面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點有沒有被路徑包住 沒有嘛 對不對 這個點有沒有被路徑包住 有嘛 對不對 這個點有嗎 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我只包住了哪裡 包住了這個點 對不對 好 那當然 沿著這個切過去的平面 有這一圈嘛 對不對 這邊總包住了幾個點啊 他有N渣對不對 是包住了一個點 那每個通過一個點的電流是多少 就是I嘛 對不對 所以你總電流數 是多少 你總包住的電流數是多少 Ni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BDL等於0Ni 那 現在呢 你這個R值 這個R值 位定 講這個正中心點 當然就是剛好可以 他的這個 翻新的一半 對不對 你靠旁邊一點 或靠裡面一點 直就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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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B等於0Ni 去拍R 他告訴你說 裡頭的長 他不是一個均勻的長 他不是一個均勻的長 依照這公式告訴你 靠近一點 靠裡面一點 我的長 怎麼樣 比較大 因為R小 長就大 對不對 靠這邊一點呢 他的長就小 好 有沒有問題 他說這種線圈 大概通常是用在做什麼 做種 河東盒之類的用處 好吧 所以呢 三四張就上完了 那下個禮拜的 今天 對不對 禮拜四 就交這四題 可以嗎 可以啦 好 好 好 你們搬起 最多的已經寫六次了 對不對 你加了總結六分的 還蠻猛的 是不是 好 但是如果下禮拜 我幫你們算完 好 如果你發現期末卡 可以不用考就過 還是記得來簽合你 因為我是排桃 不是我自己控制的 排好缺桃 這樣子 不能算極得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不要覺得 一定過了 就不來好事了 對不對 好吧 31張 我想我們大概 這一學期 大概就交 我想大概交到30張就差不多了 再多也交不下去了 對不對 那 有學到東西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看電池感應 電池感應 所以明年就不教電池了 就回去教電池了 所以明年 如果有同學 就不會看到我們 好不好 很開心嗎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電池感應 什麼是這個 電池感應 這是一個很 很常見的一個現象 來 這個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就是所謂感應 或是電感 好 那電池感應 它是怎麼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來 假設今天 我們 在做 給電廠 或給磁場 的這個 的情況 不是一個 恆定的給電廠 或是恆定的給磁場 那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磁鐵 一個實驗 今天沒有一個金屬環長的這樣子 那你現在把一個磁鐵 往下移動了 其實高中應該學過吧 會發生什麼事情 磁鐵如果 S級是N級 那我們知道磁場方向是由N級到S級 繞一圈 對不對 當我往下移動的時候 這上面會發生什麼 感應電流 對不對 感應電流 好 所以呢 感應電流會怎麼樣子產生呢 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個往下 它有個感應流會這樣繞 這個往上 有個感應流會這樣繞 這樣繞 它是一個逆時針的 這樣繞是一個順時針的 OK 好 那如果把它反過來 N級S級反過來 假設S級往下走的話 它是一個逆時針的 OK 好 那第一件事情我們發現的是什麼 我們發現的是 你把它移進或移遠 會造成它有感應電流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一件事情 問題就來啦 那到底它電流的方向應該怎麼流呢 那它的規律是什麼 然後N級靠近 它就逆時針流 N級遠離 就順時針流 對不對 那這個往下呢 這個往下 看起來也是N級靠近啊 那為什麼會這樣流呢 那問題出現到底在什麼地方 這是我們想要討論的一個問題 好 OK 所以呢 我們可以這樣看 假設這一種 磁棒 磁棒怎麼這樣子 對不對 磁棒怎麼這樣子 那它的磁場 一定是一個不均勻的磁場 對吧 靠近磁棒一定磁場強 對不對 遠離磁棒一定磁場弱 那我就知道磁場的磁力線 磁場的磁場 那如果我們今天把N級 這往下移動的時候 對這個圓團來說 它所看到的磁力線的密度 會怎麼樣 增加嘛 對不對 所以往下磁力線密度增加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講到一個 像一個叫冷視定律 冷視定律的意思是什麼 冷視定律就是一個蠻人定律 什麼叫蠻人定律呢 你要他改變 他很不想改變 對不對 躺在床上你不要把我叫起床 對不對 他會用盡一些方法 怎麼樣 去抵抗磁狀態的改變 這個 那個鬧鐘叫就把它按掉 對不對 抵抗鬧鐘叫 對不對 你把你拉起來就這樣癱亂 對不對 假裝沒有力氣 是不是 所以呢 你往下是增加了磁場 對不對 增加了磁場的 這個場限的數目 單位面積的場限數目 所以他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要增加長限的數目 所以我需要怎麼樣 你往下的磁場增加 我就需要你往 怎麼樣 往上的磁場去抵銷什麼 你多出來的東西 對不對 那對於一個圓環 要產生往上的磁場 他的作法是怎麼樣 他有一個電流流動 對不對 所以他才可以怎麼樣 抵銷增加磁場 所以他電流放到這個樣子 那這個呢 這個是你的失敗 要抽離 對不對 抽離可能會有把力度很高 往上抽離的時候 他密度突然變得很低了 也就是我場掉下來了 那他不希望場變少 我還是要場這麼多 對不對 那為了我一直場這麼多 向下場這麼多 我可以怎麼辦 對不對 我這樣繞 才能增加往下的場 對不對 所以他電流是這樣繞 OK 好 那這個呢 這個你往下移動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你往下來移動的時候 你是不是朝上的場的 力度變多了 對不對 朝上場的力度突然變多了 因為這是S級的N級 這邊場是往外 這邊場是往上 對不對 你往下移動的時候 我朝上的場變多了 那我不希望朝上的場變多啊 我希望朝下對不對 所以要朝下怎麼辦 他就這樣知道 才能增加往朝下的場 總之呢 他就不希望我的狀態是被改變的 好 同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範例 這是一個減流器 一個減流器 我就接個線圈 那今天呢 假設我這邊有個圓環 那我現在接個電池 把它開下去的時候 電流會這樣子流 流過來 然後這樣一圈流過去 那我這樣流的時候 會產生朝下的磁場 朝下的磁場 那也就是說 本來空間沒有磁場啊 對不對 突然有個朝下磁場的話 那怎麼辦 我就希望你看看有個朝上的磁場 所以我就會產這個電流是怎麼樣 是這樣子流的 這樣子流的 這樣子流的 那這樣子流的話呢 他就把這個減流去往這邊推 往這邊推 我就把關下去的瞬間 他會這樣子 那打開的瞬間呢 那本來已經有了磁場 他就不見了 所以 關起來瞬間 會形成這樣一個電流 打開的瞬間呢 會反向電流說 欸你不要走 對不對 不要走 這個磁場不要走 他就增加這個磁場 那這個呢 這些就是所謂的電磁感應 那電磁感應呢 他除了剛剛講的這個 我們可以透過移動這些 或是增加這些磁場源 來誘發這個電流之外 他可以用什麼辦法來做呢 改變電機 對不對 你看那個同學嘴巴這樣 還把它這樣拉開 對不對 變成這個猴子那個嘴巴有沒有 有沒有看過這個 那個上錶 上錶有後子嘴巴大牽頭啊 有沒有 是不是就長這個樣子 有沒有 腳要拉開 那從這邊變成這樣子的時候呢 如果我們說這個磁力線 是穿住紙面的 你看他這個包住的有 一二三四五 對不對 有五個磁子 五個這個磁力線 那你發成這樣之後 剩下三個 那怎麼辦